中秋节就快要到了瑞芳公所特别准备了加菜金送给区内的老人家们 在16号这天区长和社会局人员就来到了安养堂拜访了老人家们 不但和老人家们闲话家常还送来许多中秋礼品 带您看看现场的状况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按照网例是否准备了中秋礼品还有加菜金要来给区内的长者 16号当天来到瑞芳安养堂为这里的老人家提前过节 社会局和区长一行人更是亲自到达现场 和老人家们闲话家常场面温馨热闹 中秋节我代表我们朱立伦朱市长来看我们安养堂 这些长辈老人家看到我们还有几位长辈 那个身体都非常的健康非常的硬朗 我看在这边整个环境都整理得非常干净非常的舒适 我想他们在这边也会过得比较舒适的生活 说到公所精心准备的中秋礼品还有市长的加菜金 每位长者的脸上都笑得好开心 嘴里也只说感谢 让他们提前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安养堂外头正好种了两棵柚子树 安养堂的工作人员也应急的栽了几棵柚子 回送给市府和公所的人员 有啊 对啊 有啊 你们大家来 好乐啊 跟我们这样很友好 中秋节啊 有啊 有啊 中秋节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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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很高兴 我们这边的同仁 我们的交代说一定要照顾的无微不至 每样细节啊 通通必须要关心 包括老人家的健康 老人家哪里不舒服 或是啊 饮食方面吃了下吃不下 都必要 都必须要去关心啊 啊 希望我们这些长辈啊 中秋节快乐 过年过节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 虽然这里的长者或许没有家人的陪伴 但是却可以藉由这样的机会 让他们也感受到中秋节热闹又温暖的气氛 记得成为瑞芳采访报导